大家好,我是蔡律师 我们这个视频讲的是 2024年谈留学生在美国毕业后 找工作,办工作签证和办绿卡的问题 此前我们有过一些视频 讲过这方面的情况 那下面我们具体来讨论 尤其是根据2024年留学生 包括即将毕业的人遇到的具体问题 相应给大家来解释 那如果你自己是留学生 或者有家人 现在在美国留学或者当毕业 那可能会有这方面的直观的感受 现在留学生在美国找工作 比以前要难很多 那这一点为什么呢 当然有这个大的经济形势方面 美国的IT公司 原来有一些裁员 招人比原来要招的少 有的这个New Graduate Fresh Graduate 因为工作经验少 又因为有身份的限制 找工作尤其就比较困难 那现在呢 又有AI方面的冲击 对于初级的 比如说做计算机 程序员 这个需求可能减少了 而且长远来说 也可能有被AI代替的问题 然后呢 还有这个美国税法 比如说对于研发 相应怎样减税变动 这样也可能造成 一些大公司招的人数量 比以前少了 总之呢 很多人有这个深切的体会 我学一些热门专业 像IT计算机专业 在美国比较有名的学校 说我这个本科研究生毕业了 不见得就能够找到自己理想的工作 好多时候呢 过去是说 找到了工作 抽H1B工作签证不容易 现在有的时候呢 找到一个支持工作签证的雇主 可能也都不容易 那么怎么样来应对这方面的问题 从移民律师的角度来说 我们当然建议申请人 更多的更早的考虑 解决身份问题 对吧 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其实呢 今天的这个情况呢 很多年前就可以预见到 那美国呢 绿卡工作签证都有配额 每年能够拿到的 可能也就一两万中国人 但是每年新来美国的呢 有十万的中国留学生 这一点呢 从2013年14年以后就是这样 但是过去呢 问题矛盾并没有激烈的爆发 没有显露出来 为什么呢 第一大家学生来了以后呢 一直在上学 读了高中读本科 读了本科读硕士 读完硕士又读另一个硕士 另外呢 这个前几年有这个疫情的因素 有一些人呢 中间离开美国了 或者一时没再找工作 那么疫情结束以后呢 问题更严重的显露出来 就像中国的经济情况一样 对吧 疫情期间 当时还没觉得怎么样 疫情过后呢 反而有更多的经济放缓啊 萧条啊 找工作不容易 这方面的迹象 那当然从统计上来说 不可能每一个留学生 都有在美国的高薪工作 或者说能够取得 美国的工作签证和绿卡 但是仍然还是有很多人 每年有若干万的人 取得了美国的工作签证 还有职业移民的绿卡 对吧 那你并不一定 要花几十万美元办投资移民 然后你家里如果有这个钱 有这样的闲钱 不在乎 拿出八十万 或者更多这个美元的 这个闲钱来给办 那当然很好 可以 但是这个显然不适用 于每一个人 那么另一方面呢 大家知道呢 回到中国呢 一样也有职场的问题 对吧 除非你有家族企业 要你来继承 对吧 那对于一般人来说 有的这个工作时间很长 或者有的工作呢 哪怕相对比较稳定 但是可能发展的机会少 对吧 除非你就完全没有想法 就是很多人呢 可能还不甘心 那你如果要说办理这个绿卡呢 当然呢 一方面你可以有这个雇主支持 这个当然有时候不容易 那怎么解决呢 那你不能说 大家都这个千军万马 都只看着盯着这几个大公司 Google啊 Amazon啊等等 首先呢 这些公司招人是有限的 然后呢 他有的时候也有所谓末威淘汰 然后呢 现在这些公司呢 有的时候要么他自己停止了 给人来支持PORM绿卡 或者呢 在美国政府的限制之下 他即使提交这样的雇主支持的绿卡申请 也不一定能得到批准 然后还有H1B抽签的问题 那所以最近我们看到 有无数的 比如做IT工作啊 金融工作啊 以及其他的工程师啊等等啊 问到说 我有一个硕士学位 我有若干年工作经验 我能不能办NIW啊 很遗憾的 很难 不是说完全不可以 有可能 但是要看个人的情况 NIW你要有对本领域的独特贡献 要有创新 不是说做某一个单位 认为比较重要的工作就可以 那我们知道呢 这个印度人办理EB2的 比中国还要多很多 如果说能够轻易的办NIW 有很多人早就办了 那现在呢 并不是那么容易 那你在美国读本科 读硕士期间 可以考虑呢 做一些研究工作 有论文发表 然后得到一些引用 你不一定要有博士学位 但是你要有创新进的工作 那不能说会编程 我得到了某一个公司的工程师职位 程序员职位 我能不能办NIW 直接像这样呢 就叫无米之吹 对吧 你这个材料可能也都没有什么适合写的 这样的申请呢 要批准显然也是不容易的 我们知道一些中国留学生呢 可能对于排名看得太重 对吧 说我这个名校毕业的 我在美国是前三十位 前二十位啊 等等这个学校毕业的 那我就应该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工作 这个世界不是按照这样的情况来运行的 如果说我有美国的身份 省很多力量 增加很多机会 那很多公司都直接会问 你是否要Visa Sponsor去 那有的公司就直接提到 他们不提供Visa Sponsor去 为什么呢 那你换位思考 从雇主的角度来说 也很容易理解 那如果说雇佣的这个人 H1B没有抽到 对吧 尤其是对于没有STEM延期的 那他只能工作几个月时间 而且抽到以后呢 也要到这一年的十月才生效 那雇主呢 很多时候还是愿意办工作签证 但是呢 办Prom利卡 对一些雇主来说呢 要花费时间精力费用 那对他们呢 没有特别的好处 过去呢 比如说一些热门专业 IT领域这样的多一些 但是像我们前面讲到 现在像这种机会 也比以前少了 那么怎么办呢 坦率的说 一方面全球都存在有 所谓学历过剩的问题 那有这个大学的扩招 Advanced degree的人越来越多 对应的呢 高薪职位不见得增加了 所以竞争比以前更激烈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在美国工作呢 可能这个性价比 比在中国工作要好一些 对吧 从工作的时间 从这个待遇等等方面来说 重点呢 就还是要怎样解决 我能够留在美国 能够取得这个工作许可 这方面的情况 当然也有的人呢 用的是CPT 或者J1 或者L1 或者O1等等 那也有一些人呢 办的是大学啊 或者研究机构 不需要抽签的H1B 也有点讲到呢 以后呢 这个留学 可能一定程度上 像十几年以前啊 这样的回归 就是说有更多的人呢 比如说会读博士 那读了博士以后呢 更多的选择 对吧 很多时候呢 不受这个H1B抽签的限制 找工作 或者办绿卡呢 也有其他的advanti 但你要提前做准备 你不能今天说 我听说隔壁组里的人 想要办 那我也就想要办 那总之呢 现在在美国要找工作 肯定是比以前更难一些 这个全球都是这样 在中国恐怕这一点变化 也许更大 那怎样来应对呢 如果你即将要毕业了 那当然有可能要 继续读书啊 或者说 看是否能够自己解决 这个身份问题 如果你还没有毕业呢 或者说你有子女 正在留学 或者想要留学 那也可以相应的 提前布局来准备 我们写过一篇文章 也讲的叫真实案例 留学生在美国 取得绿卡的十种途径 这个呢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以及我们美国攻略网站上 专栏也都有 大家可以参考 那总之呢 美国提供的这个名额 并没有改变 有的人说 现在美国这个合法移民 为什么收紧了呀 等等 那你要看怎样来解释 名额本身数量 并没有减少 但是呢 可能申请的人数 比以前增加了 因为从十年以前到现在 来美国的中国留学生 访问学者 申请人数量 比以前增加了很多 所以呢 要同样取得批准 拿到绿卡 就比以前要更难了 或者等待时间更长了 但是仍然是可以做到的 总之难度虽然增加 但仍然是有可能的 我们律所有很多文章和视频 讲到了这方面的具体情况 大家可以参考 有更多的具体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educator ать só